在嫁给沙翼的这十年里 胡可每天都在后悔 成了此生最后悔的事 甚至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这句痛心疾首的话不是我说的 而是胡可本人 2020年 无稀可拍的胡可跟着丈夫沙翼 现身夫妻真人秀 当时节目组问胡可有没有想要忘掉的事情 令人意外的是 胡可竟然当场泪崩 直言非常后悔结婚 在一档秀恩爱的节目上直言后悔结婚 所有人都在问胡可这是柴沙翼的台吗 在我看来并不是仅仅只是因为他真的忍无可忍 其实胡可这些年过得并不像一个女明星的水准 比如在买衣服时 胡可只会像普通人一样选最亲民的价格 哪怕接个商务合作 也是代言智能教育和集成造 这种和家庭主妇捆绑的品牌 他也不是没参加过节目 但现身镜头前 他只是打扮得像个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黄脸婆 要知道另一边比他大十岁的伊能静 还因为少女气质被挂上了热搜 更甚者他为了重新回到大荧幕上 依然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分别 可哪怕画上精致的妆容 出现在横店的剧组也掩盖不住 他身上浓厚的主妇气息 这种挥之不去的妈味 还不是让胡可最头疼的事 他最大的不幸或许是认识了沙翼 没车没房没钱的沙翼 为什么能娶到当红的胡可 我想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会逼婚 2011年一穷二白的沙翼脑子一热 就拿起手机拨通了胡可的号码 当时就说了一句 如果不嫁给我 我们就分手吧 没有一个像样的仪式 甚至连一个戒指都没有 沙翼撂下的这一句狠话 让胡可在水深火热中生活了近十年 从决定嫁给沙翼的那一刻起 胡可陷入了一场豪赌 只是他输得一无所有 婚后的沙翼就像变了一个人 眼看垃圾就在脚下 他也不会去增弯腰捡一捡 哪怕胡可抱病在床 沙翼也不可能洗一个碗 甚至留着等胡可病好了再打扫 就在亲手撤下自己 这块折羞布的瞬间 沙翼脸上还挂着一出屏幕的得意 一个风华正茂的女明星 没有求婚 没有浪漫 等着她的永远只有孩子 无休止的哭闹和丈夫的摆烂 然而胡可堵上下半辈子的幸福 嫁给沙翼 输掉的却不仅仅是爱情 更让人可惜的是 她如日中天的事业 胡可散偶是婚姻的背后 胡可在镜头前失声痛哭的这一幕 给所有丧偶式教育的家庭敲响了警钟 2016年 九步露面的胡可 接到了如一船抛出的橄榄枝 虽然只是个戏份不到三分之一的小角色 但是被家庭禁锢了十年的胡可 却因为可以重操就业 欣喜若狂 平心而论 自从胡可嫁给沙翼之后 就逐渐被娱乐圈边缘化 当红女明星摇身一变 成了棚头垢面的全职主妇 换做是任何一个女人都不能接受 为了能重新回到职场 胡可顺理成章的接下来这个角色 只是这部剧的拍摄时间长达十个月 作为丈夫的沙翼就不干了 只因老婆去拍戏 就没有人照顾孩子 还时不时打电话到剧组找查 不被丈夫的理解的胡可当场泪崩 于情沙翼作为胡可的账 对于妻子热爱的事业 她本该第一个站出来投支持票 于理沙翼自己一年狂懒12档综艺 而胡可800年才拍一次戏 她没有理由反对 真正令胡可崩溃的是 但凡沙翼帮忙承担一丁点家长里短 也不至于让她沦落到如此不堪的境地 如今所有人都只记得她是沙翼的妻子 安吉和小余的妈 唯独忘记了她是胡可 没错就是十年前那个央视主持人胡可 将时间倒回1998年 当时年仅23岁的胡可 刚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 一毕业就凭借出众的外形条件和优异的成绩 进入凤凰卫视实习 刚在主持戒混的风生水起 她又转战演艺圈 一夜之间胡可这个名字就红遍大江南北 领导乘胜追击 很快就以胡可的名字命名了一档访谈类节目 而此时的胡可甚至还没有到儿立之年 哪怕再努力一把 如今的她恐怕已经成为了主持戒的一姐 直到2011年 胡可答应了沙翼的逼婚 她一片辉煌的星途戛然而止 反观沙翼却凭借天生的幽默细胞 在各大节目混得风生水起 沙翼把事业当红的老婆关在家里带娃 王小了说 胡可作为母亲对孩子无微不至也无可厚非 王大了说 照顾孩子不是母亲一个人的责任 沙翼作为父亲凭什么当其甩手掌柜 把教育的担子压在胡可一个人身上 只不过胡可本人似乎已经被迫接受了 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 真正让她苦不堪言的只有这件事 胡可生产险些进击诊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 沙翼的儿子在二胎弟弟出生当天 紧张到差点被送进急诊 2014年38岁的胡可 诞下了二胎小鱼儿 几乎在同一时间 他的大儿子安吉患上了急性寻麻疹 是因为突然离开妈妈 安吉不适应吗 不是因为胡可待产当天 安吉也全程在场 那是因为安吉对医院的环境过敏吗 好像也不是 毕竟他此前在医院做体检也完全没有不适 据胡可所说 对于安吉突如其来的寻麻疹 医生表示 很有可能是因为身体被紧张的情绪所刺激 作为妈妈的胡可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安吉会对亲弟弟的反应这么大 因为在独生家庭长大的他 永远不会明白一胎所受的委屈 果不其然 胡可诞下二胎还没多久 安吉就崩溃大吼 我现在这么惨 都是你害的 看到这里 几乎所有的一胎都能感同身受 自己之前所拥有的一切 都被突然间冒出来的弟弟妹妹所取代 换做是谁都很难接受 更何况是一个孩子 胡可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与梅婷为了二宝仇视大宝的教育理念不同 胡可缓和安吉和小月的关系 仅仅只是坚守这两项原则 一是一碗水端平 大宝和二宝抢玩具的环节 几乎是二胎家庭每天都在上演的戏码 对于这种情况 一半的家长会敷衍了事 另一半甚至会让大宝无条件迁就小宝 胡可却不会过多干涉 除非两兄弟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 他才会上前制止 毕竟孩子脾气都是上一秒争得面红耳赤 下一秒就又好到不分你我 二是抓准孩子好强的心理 胡可在拆遣安吉照顾弟弟时 都是用拜托的语气而不是要求 长此以往安吉就会把弟弟放在弱者的位置 这也是为什么安吉在节目上照顾弟弟 比亲爹杀意还要细心 比如安吉害怕弟弟会摔倒就走哪前哪 又比如安吉看到妈妈之后 第一反应就是问弟弟有没有来 再比如安吉看弟弟马虎 随时随地都跟在弟弟身后帮他整理鞋子 所以说安吉刚对二胎弟弟产生怨恨时 就被胡可果断掐灭 向来一个人带孩子的他 能让大宝心甘情愿接纳二宝 胡可无疑是一个伟大又智慧的模范宝妈 好了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留言订阅 焦点赞留言订阅 对于是否 在下方进行点赞留言订阅